你好 歡迎收看華視1800晚間新聞 我是朱佩茲 新聞一開始忙 帶你來關注國內疫情 台灣今天又宣布了新增4例確診個案 一例是來自印尼 其他3例則都是來自美國 那麼印尼籍的女性移工 她是第一次採檢的時候沒有症狀 不過再一次採檢之後才確診 同時她還跟47個移工住在同一個宿舍 有沒有可能會爆發群聚感染 而另外還有一位是法國籍的男性 她是因為在美國被毒蜘蛛咬傷 傷口不適 然後意外驗出了新冠病毒 還有一個則是90幾歲的男性 也是目前年齡最高的確診個案 不過就這麼一小口被毒蜘蛛咬傷的 法國籍40多歲男性 沒有蜘蛛人般的超能力 倒是因為傷口不適進了醫院治療 意外成了確診個案 原來案689在美國工作被蜘蛛咬傷 雖然在當地就醫處理傷口 但十一月三十號來臺後依舊不舒服 衛生單位安排就醫順便採檢 意外驗出陽性確診 美國的當地的醫院的急診室去就醫兩次 那所以等於是說 他的鋪熱風險可能就比較高 離奇的還有案688 三十多歲印尼籍移工 十一月十三來臺工作 有陰性證明 僅一期滿前裁檢也陰性 因為雇主要求自費裁檢 竟然驗出陽性 而這一次令人擔心的還有案691 一名九十多歲 從美國回臺的本國級男性 是目前年齡最高的確診個案 有肺炎症狀 但還不需要插管 再負壓加護病房治療 另一名則是二十多歲到美國就學的學生 返臺時在檢疫期間發病 好在都已經狂烈接觸者 持續進入冬天 疫情越發嚴重 保護措施越不能漏 華新網站黃建英台北報導